当时就是眼球有点涂 因为是近视嘛 我觉得侧面有点不好看嘛 美股这地方稍微打一点点起来一点 会好看一些 小薛今年24岁 刚刚大学毕业 去年8月份 他在宁波嘉禾整形医院 做了脸部微整 还顺带做了大腿抽脂 消费清单显示 项目包含瘦脸针 玻尿酸 抽脂等 一共花了77000多 目前已经分期还清 他说问题出在左眼上 就是感觉眼皮越来越往下大拉 人家一眼就会觉得 你这眼睛是肿的 水肿一样 但是其实我知道 它是慢慢玻尿酸掉下来的 其实是这样 玻尿酸在一年之后 它都已经吸收得差不多了 不存在下来的一个情况 项目院长表示 小薛10月29号才来找他们 他们调取了照片 一张是手术前拍的 一张是29号拍的 因为从照片上面看 我没有看出 比如说你眼睛下垂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边的这个眼睛 它其实上扬的还更加多一些 它这边还 就是眼睛的这个 双眼皮的这个暴力不是很大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东西进去 或者怎么样 其实是 它是显现出 比如说眼睛臃肿的一个情况 其实你这个完全可以看出来的 臃肿啊 这个很臃肿啊 你看都没力气一样 搭拉着的 这两个比较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单纯是比较 小薛坚持左眼皮肿了 他还表示 当时下巴也用了三支玻尿酸 不久后就回到了以前的模样 9月份 他又去另外一家医院 打了玻尿酸 就我觉得至少这个玻尿酸钱 几乎90%的钱应该退给我 因为它这个效果没有达到 它这1万块钱一斤的 仅凭他一句话 我眼睛肿了 我不满意了 我觉得我毁容了 我就可以退钱了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小薛说 玻尿酸1万多亿支 对方承诺能保持5到8年 项院长回应 玻尿酸在一年之后 已经被人体吸收 可能是小薛理解有偏差 小薛指出 自己腿部抽脂 产生了6个伤疤 到现在还肿着 做手术 他一定会有伤疤 医生不是魔术家 这个伤疤的产生之后 他可以做相应的处理 我们也给了他方案 比如说是用激光的手段 他如果是有凸起的情况 也可以用巴痕针 让他减轻这个症状 院方表示 眼睛和下巴部位 没有问题 腿上的伤疤 后续可以处理 小薛不接受医院的方案 坚持退一部分费用 双方没有谈拢 小薛打算 采取其他途径维权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